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去年相比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改的比较私人一点 然后比较亲切一点 所以有了这个拍手的环节 实体办签售会有在计划中了 其实就透过这次MV有稍微的过了一下 那个戏影 但是你说如果真的要投身去变演员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多多努力 那应该是下半年 下半年会有其他的综艺 然后也是没有尝试过的类型 演戏的话 现在目前还是在准备阶段 然后如果有确定的讯息的话 会跟大家公布 其实接下来最跟大家先见面的是我30号 就是明天的新歌MV完整版 然后我自己是非常兴奋啦 因为前面有稍微修整调整自己 然后很久没有出院在大家面前了 那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作品的准备中 那对手的话是第一支跟大家见面的作品 所以现在已经跟大家见面的有纪录片 然后有新歌 然后还有MV 那接下来的话还会有陆续其他的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 算是我这段时间忙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之后的话 等音乐忙完了以后 就会有其他综艺啊或者是领域方面的尝试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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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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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